我来看望上官浅姑娘 回绝 公子 上官姑娘伤势颇重 但索性都是外伤 开了些外敷内伏的药 休养半个月也就好了 退下吧 是 看来哥终究还是手下留情了 我调配的那些佳酿 终究还是没用上 不急 总会用上的 不是现在 也不是上官浅 公子 是公子 云维山姑娘来了 她说她要探望一下 上官浅姑娘 让她去 让她去 是 等等 云维山可有带来什么东西 有 带了一个锦盒 站住 近日宫门内血光频发 绝宫戒烟 哥哥有令 任何处绝宫之武 都需要查烟 云姑娘 请把锦盒打开 把锦盒也留下 只是个空盒子而已 留下 来 没事吧 皮外伤 不要紧 劳烦云姐姐挂心了 上官妹妹手脚如此冰凉 看来还是气血虚弱 我带了一些人参 已经交给下人们了 那可是上等的人参 有助于你恢复身体 记得吃 多谢云姐姐 没想到上官妹妹竟是孤山派的遗孤 我姬夫人真的是无名 是啊 和云姐姐还真是颇有渊源呢 听说云姐姐的师父正是卓梅 你才一宫和云姐相处事件最久 我不相信你没有怀疑过她 的确有缘 现在又一同出现在宫门 真是巧合 希望日后还能与姐姐多多来往 我家族背面 一个人孤苦 这些年来 连一个能知心说话的人都没有 不管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忠实 反正无缝的稀索 我不敢是 妹妹要是不嫌弃 以后可以常来找我说 那你先好好休息 我就不打扰了 以后再来看你 你先去 还在担心无名的事吗 无名在那墙上留下的字 未进那一笔 明显是发现有人来才停下的 若他真能在我面前来无影去无踪 恐怕实力之高 整个宫门都难低 你还在担心 有一身的锦盒我拿过来了 宫门是人参 差吗 差 人参和锦盒 都差 不愧是我哥 明天出发的行李已经收拾好了 真是人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我闻还没抓到 我看贡商局还是盯着姨娘不放 我不在的时候 你要保护好姨娘 别让她有机可尘 又污蔑姨娘 是 另外 你去贾管市家 有收获吗 贾管市的妻儿已经搬走了 就在老职人 和少主遇害的一个月前 更可疑的是 据黎君说 有人在我们之前 也找过贾管市的妻儿 是宫尚绝的人 我感觉是 来的那两个人 也是问 假老头怎么人走楼空的事 他们一家呀 拉拔劫之前就搬走了 看来是在老职人遇害前 就搬走了 而且还有一件奇怪的事 什么 他们家还有什么亲戚没有啊 他们家很少有人来往 因为他们儿子呀 周围的人都怕他呢 他儿子怎么了 家老头啊 老来得子 高兴得很 但两年前啊 儿子突然得了重病 找谁都治不好 差一点 就准备给娃准备棺材了 宫门的大夫给治好了 急死回生呢 哎 但这娃活是活了 却从来以后啊 变得有点古怪 怎么古怪 那个娃突然之间就一身满力 就一群小孩子玩闹吧 他一推呀 就把一个小女娃娃推出一丈远 这闹门子都磕闭血 吓不吓人了 吓人了 贾管事的儿子曾经得过重病 最后说是被公门的大夫给治好了 但痊愈之后 却变得力大无穷 继续撤 明白 他的风量 欣赏 精心 Ш�变得力了 良闻